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东西方之间彻底形成了合局 很长时间都在没有刀兵相见 因为互不侵犯已失去了利益冲突 这一时期天下的局势为 第一董卓占据了上面北方的西部 不足四分之一的地方 第二关东联军占据了上面北方的东部 大于四分之一的地方 第三下面南方是没有发生动乱的四个大洲 占全国二分之一的地方 这三大板块在名义上全部都属于皇室汉县帝所有 但是汉县帝被牢牢的控制在董卓手里 东部关东联军的部分收入必须按规定向汉县帝进攻 主要有两项收入 一是地方税收 二是卖官的钱 但是关东联军不愿上交 因为一交上去就等于是白送给了董老头子 但又没有理由聚交 怎么办呢 设账拖欠是最好的办法 口头上还是保证给就是不拿出来 懂老头子也确实拿他们没办法 这样关东联军虽在名义上还是汉县帝的臣下 但实际上已经是独立了 他们的收入 各个地方的最高长官 个人自己装腰包里 你懂老头子还是继续当你的臣下 只要不来惹我 大家就相安无事 东西方形成了对峙状态 谁也战胜不了对方 由动态的战争演变成了静态的抗衡 如果维持现状不发生其他变化 继续演变下去的话 只要时间一长 西边的董卓方就会渐渐占优 因为占全国二分之一的整个南方 虽然不是董卓爵对控制的势力范围 但他们是要定期向汉县递交租金的 当然是由董卓代为收管 也就是说董卓可以享受全国接近四分之三的利益 而关东联军仅享受大于四分之一的利益 董卓由于多了汉县帝这张牌 就多了下面整个南方的收入 从长远利益的角度来看 这个局面对关东联军是不利的 关东联军在不能消灭董卓的情况下 要想长久的和董卓博弈下去 最好的做法就是去抢下面南方四个州的利益 只有这样才既可以使自己增值 又可以有效的遏制对手 缩小与对手间的差距 所以这一方案是关东联军长期战略的优选策略 全部抢到恐怕不可能 但最可能也是最容易形成的局面是 西南的一州归董卓 东南的扬州归联军 中间的荆州可能会有局部战争 如果平分也是联军占大头 最下面的交州怎么分都是可以的 这样一来 关东联军就可以占据一大半江山了 而董卓只能占一小半 这个局面就很利于关东联军未来的走向 能抢到一半是最有可能形成的结果 全部抢到是最好效果 完全抢不到是最坏效果 因此对于关东联军来说 当前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去抢占下面南方四个州的利益 首先绝对不能武力攻打 你去打他 凭什么打他 他必然要和你拼命 这样一来 很容易形成南方的诸侯们和西北的董卓联手加攻关东联军 所以不能取代他们 只能让他们归顺 他们还是继续做当地的土皇帝 只是原先交给董卓的租金就不用再交了 而是转交给关东联军 这样对于南方的诸侯们来说 租金无论交给谁都是一样的 利益上不会受到任何损失 甚至交给新老板 还有可能优惠 可问题是南方的诸侯们和关东的诸侯们是同样的级别 他们交租金给皇帝是理所当然的事 凭什么要交给你关东联军呢 所以关东的诸侯们是没有资格找南方的诸侯们收租金的 只有皇帝才有这个资格 那么关东的诸侯们就必须要弄一个皇帝出来 才能够具备这一资格 于是关东的诸侯们在袁绍的倡议下 一起来做这个重大的决策 怎样弄一个皇帝出来 经过商议 首先决定推举汉氏宗亲刘渝出来担任皇帝一职 刘渝凭什么当皇帝 这不是造反吗 其实这不是造反 因为皇帝是汉陵帝的长子 已经被董卓堵死了 董卓又另立的这个小皇帝 其实根本就不是汉家皇室的骨血 那是个假的 天下的诸侯们都被董卓欺骗了 长安的众公卿们因为惧怕懂贼 也都不敢说 当国不可一日无君所以厉害是宗亲刘渝为帝 如果这个决策一旦通过的话 南方的诸侯们肯定有人会相信 会动心 因为不会百分百的人都跟董卓一条心 任何事都是三分之一的人干 三分之一的人看 三分之一的人对着干 南方的诸侯们不会在乎谁当皇帝是否合法 因为谁当皇帝都与南方的诸侯们没有什么大的关系 当年董卓一句话这个皇帝不行换一个大家还不是都默认了 现在袁绍如果说这个皇帝是假的再换一个大家的反应会和原先是一样的 出现两个皇帝之后南方有望分成两半 西边的归董卓东边的归关东联军 有条件形成东西两汉并存对峙的局面 董卓的优势就是多了皇帝这张牌 而关东联军的这个决策 另立一个皇帝出来 既可以使自己行为的结果有可能导致增值 又可以有效的遏制打击对手方的优势 所以这个决策对于关东联军的长远利益来说 是一个优选策略 至少也是一个优先考虑的方案 因为这个策略可以导致原先四分之一 对峙四分之三的局面 改变成二分之一对二分之一的局面 劣势变成军事 双方平分秋色 联军不吃亏 策略是好的 下一步就是怎样落实的问题了 感谢观看